請你教我們怎麼挑好吃的鳳梨 怎麼挑好吃的鳳梨好了 如果以這兩隻來講 來 網路上有在傳 這兩隻 請問你 哪一隻比較酸 哪一隻比較酸 對 你看他生 連外表都看得出來酸 哪一隻比較甜 要是我挑的話 就是綠色會比較酸 黃色的比較甜 對 對不對 就講得也對 其實他們的遊船是怎樣 鳳梨因為站久了 所以比較酸 他不好笑 不是 這是怎麼了 這個我們之前的劇本上 有這一怕嗎 這就是現在很多人說 教年輕人去買鳳梨 你有沒有發現 為什麼在水果攤上的鳳梨 都抖著 對 沒有站著 對 站久會痠 他們說這是不是站久會痠 結果買回去還真的是酸的 因為站的部分 可能就是綠頭的地方比較多 其實你發現他轉成這樣子的時候 顏色都出來變黃色了 這個還會有酸度在 這個整體他的已經熟透了 還有就是尾巴部分拿起來這邊 你聞這個頭 怎麼樣 哪一個特別香 這個 這個嘛 對 所以它的香氣已經散出來了 對 所以這個你回去就要馬上抬回來 這已經很熟了 再不吃花就會 對 這另外一種就是其實表面上 這兩個其實就是算NG的 NG的為什麼 怎麼說是 因為現在鳳梨有的 為了讓它快速成長 保持它的縱食的量 所以會打一些生長激素 對 你知道怎麼看嗎 怎麼看 不知道 猜一下 猜一下 你說哪一個是有打生長激素的 對 應該這個吧 因為它比較高 對 我看那個比較大 應該這有打生長激素吧 所以打的就是變180 就比較大了就對了 對 其實看的是這個皮的部分 它的皮表部分 這個已經全部都膨起來了 都變立起來了 對 所以表示這個生長激素 這顆就比這顆多 照原本是它是密合的 是密合起來的 它不會這個間間是 完全是往外吃 有差別 所以其實 那這個部分 其實都在我們的一個標準